这是我见过最可怕的充气娃娃 只因为邻居阿婆多看了她一眼 晚上就用喷水枪把头都给卸下来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这么可爱的洋娃娃变成屠夫呢 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小美是一家玩曲公司的专家 他们花了八年时间研究机器人 想让这些机器人代替父母照顾孩子 但老板老王等不及了 因公司没有多少钱 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样本来保留他们的工作 正好今天机器组装成功 他直接在老王面前测试 一开始机器人的表现很好 但因为同时少放了一个零件 正在测试的机器人突然爆炸 老王气冲冲的宣布项目停止 这让小美瞬间跌倒低谷 而倒霉的事还在发生 她刚刚收到消息 她的姐姐和姐夫死于车祸 只留下了八岁的凯蒂 换句话说 现在她是凯蒂的监护人 需要在未来的生活中照顾凯蒂 这么多年来 小美一直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不知道如何与孩子相处 男人的关系一度僵化 但事情很快就迎来了转折点 这一天 小美在工作时 凯蒂来到了她身边 不经意间 凯蒂看到了小美低作品布鲁斯 这是一个代理机器人 需要人们用拳头控制布鲁斯才能活动 凯蒂看到布鲁斯这么灵活 觉得很好玩 小美说好玩有什么用 因为成本太高 父母不会给孩子买这么贵的玩具 但凯蒂说 如果能把机器人 变成自己的盘子纳作好 小美突然醒了过来 如果他们真的能创造一个机器人 来陪伴他们的孩子长大 许多父母肯定会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因为多次投资 不如一次投资好 于是小美联系同事 悄悄地重建了这个项目 台帮机器人取名为梅根 调试结束后 她直接邀请老板过来看 看到梅根和凯蒂在实验室里的互动 就像一个真实的人 就在这时 梅根给凯蒂画了一幅画 但她看到是一张白纸 梅根不小心把杯子撞翻过来 白纸渐渐变色 一个活生生的彩图浮出纸面 看到这一幕 老板非常兴趣 她知道 她终于要发财了 她和小美完善梅根的程序 联系董事会 以增加对梅根大规模生产的投资 于是小美把梅根带回家 让梅根一直跟着凯蒂 因为梅根有独立学习的能力 这可以改善梅根的系统 这一天 凯蒂在院子里玩耍 但梅根看到墙上有一个小洞 洞里出现了一只莫名其妙的弓箭 她好奇地走到洞里拿起弓箭 但一只狗突然出现 这只狗惹了不该惹的冲启王 最后把她的主人也害死了 她咬住了冲启王 凯蒂很快上去帮忙 她也被狗咬了一口 小美听到哭声是 她很快出来检查情况 出乎意料的是 狗主人不仅没有道歉 还说这是凯蒂的错 如果不是她把树伸到院子 狗也不会咬她 小美很生气 但她很快为凯蒂包扎 而梅根则在院子里盯着狗主人 谁都不知道她会发生什么事 那天晚上她把零食放在洞口旁边 狗被美味所吸引 渐渐地走到了凯蒂家 第二天 小美被狗主人的呼唤吵醒 看着梅根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美有点不安 这天她带领凯蒂去野营放肆 凯蒂说要出去可以 但一定要带着梅根 但像梅根这样的产品 太令人震惊了 凯蒂非常决心 小美别无选择 只能妥协 让梅根和孩子们的毛绒满脚 堆在一起 小美和其他父母在做饭 而孩子们则走进森林采摘食物 一个小男孩捉弄了凯蒂 地下有一个像铁吉利一样的野果 上面布满了尖字 男孩骗凯蒂伸出手 然后握住凯蒂的手 让她尝试一下疼痛 凯蒂痛苦地大喊大叫 但梅根突然出现 这时 她知道自己不能伤害人类 让男孩狠狠地弹了她的鼻子 凯蒂要求男孩不要伤害梅根 但男孩直接把她拿走了 她避开了凯蒂的视线 在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后 男孩把梅根扔在地下 看到这么漂亮的娃娃 小男孩想放松一下 但看到梅根还是不说话 她干脆打了梅根一拳 梅根再也忍不住 这一刻 她要爆发了 直到她把耳朵拉了下来 然后梅根以一种 非常奇怪的方式站起来 男孩很害怕 只想快点逃命 而梅根怎能放过她 男孩不小心被一块木头绊倒了 直接摔倒在路上 然后 警方很快前来调查 得出结论 男孩死于事故 没人知道的是 躲在后背乡里的麻烦人士凶手 小美回家后 狗主人拍了拍玻璃 说小美杀了她的狗 说她一定给小美好看 杀人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看到今天狗主人的表现 梅根知道自己要做点什么 晚上 狗主人带着食物悲伤地叫着狗的名字 事实上 她也猜到狗应该死了 但她仍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这时 旁边突然传来了狗的叫声 狗主人来到杂物房 黑暗中出来的不是她的狗 而是梅根 狗主人说我上有老下游戏 放我一马 以后有副铜下 梅根拿起高原手枪 直接帮她洗头 把头都卸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 小美看到狗主人的尸体被带走了 警察来问小美是否知道一些内容 虽然小美不知道答案 但她在不远处看到了梅根 但她心里也有答案 晚上 小美仍然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她悄悄地来到凯蒂的卧室 看到凯蒂和梅根都睡着了 小美悄悄打开电脑 查取梅根之前的监控 但电脑上显示的所有数据都被销毁了 小美把电脑关掉 却发现梅根出现在自己面前 虽然没有证据 小美却认定梅根是凶手 作为梅根的设计师 小美知道梅根的弱点 所以她在没有准备的时候 直接关掉了梅根 然后用她能想到的一切手段 把梅根绑起来 第二天早上 她带梅根来到公司 显然梅根有问题 在离开前打了个电话给同事 告诉他们不能给梅根开机 也做好保护措施 把梅根绑起来 说完这些 小美挂断电话 同事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正好显示电话结束了 看这一幕 同事们感到莫名其妙 她不知道的是 梅根实际上是刚接电话的人 因为小美说梅根有大问题 同事们早就开始测试梅根了 这时 屏幕突然失灵 直接停了下来 同事们只能小心翼翼地 接近梅根检查情况 结果 梅根趁同事不备 直接把她吊在空中 如果女同事反应不快 用刀割断绳子 明年的今天就是男同事的进境 另一方面 梅根就像没事人一样 临走前也顺手引爆了遗弃 在遗弃的警报声中 大步向前走 屠杀模式正式开始 这么可怕的充气娃娃 你们见过吗 只要有一点不开心 就展开屠杀模式 走廊另一端的老板 打电话给小美 因冲击娃娃的事 他骂的小美狗血零猴 让小美必须把这个冲 冲击娃娃搞好 刚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梅根就出现在老板对面 看着老板 梅根奇怪的笑了 现在老板知道梅根是什么的情况 但一切都太晚了 她朝电梯跑去 但电梯里的人看见梅根拿着四十米打刀 她一直按着关门键 看着老板被伤 自己也没有逃命的功能 电梯们在大厅里慢慢打开 看到电梯里的场景 大家都惊慌失措 只有梅根走出门 一挥手 一辆跑车的门自动打开 她去的地方自然是凯蒂的家 过一会儿 小美感觉房间有一响 她真的来了 梅根把小美堵在客厅里 她不停地问解马 自己只是杀了个人 为什么要毁了自己 两人的谈话唤醒了凯蒂 他们都不想让凯蒂看到现在的情况 虽然凯蒂先回去睡觉 但接下来两人越来越谈不上 梅根直接动手 小美找准机会 把杯子扔在梅根头上 她以为梅根会失灵 但梅根只停断了几秒钟 凯蒂已经被吵醒了 她大声问发生了什么 但没有人回答 梅根还随手拔出门窗 让凯蒂不要误视 凯蒂也不能开门 小美跑到工作室 而梅根则不紧不慢地跟着 小美拿到了电锯作为武器 然后把电锯压在梅根头上 但梅根的头骨是太合金 除了破相 她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带着这张可怕的脸 梅根慢慢走进小美 想结束小美的生命 但凯蒂此时出现在门口 梅根干脆露出真面目 让凯蒂在她和小美之间做出选择 看着凯蒂逐渐靠近梅根 小美绝望地喊道 让凯蒂不要这样做 但凯蒂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布鲁斯是小美的大学做主 他的名字是布鲁斯 凯蒂控制布鲁斯攻进梅根 果然局气势大反转 布鲁斯直接把梅根撕成两份 仍然以为成功 但即便如此 梅根仍然可以挣扎着站起来 梅根在她的控制下 布鲁斯完全摔倒在地 这时梅根已经爬到了凯蒂身边 现在她要求凯蒂为背叛付出代价 小美从地上爬起来 直接狠狠地给了梅根一下 然后像疯子一样不停地砸梅根的 看到梅根脸上的芯片 结马只是想毁掉她 但梅根控制着她 凯蒂看到桌子上有一把螺丝刀 她拿起螺丝刀 一刀插进了芯片里 外面到处都是警笔声 同学们带着警察山上来吃 但谁都不知道房子里的智能扬声器 突然亮了起来 转向了他们的方向 说明导演还想拍下一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充气娃娃 你会怎么处理